这次呢另外这个好消息 我国轻棒夺得世界冠军啊 当中获得了MVP等五项奖的 个人奖的林子伟呢 他是高雄县高院工商的学生 教练很骄傲哦 他说呢林子伟是一个全能型的球员 而且还是八八灾区 纳玛夏的这个灾民 当时董事长余正线为了要延揽他呢 亲自跑了五趟纳玛夏 可以说是发掘林子伟的伯乐 背号17号的林子伟 在场上打击挥棒爆发力十足 获得无数奖项 他是高雄县高院工商的学生 不但是这次世界青棒赛夺冠工程 对一个人南瓜MVP等五项个人奖项 其他老师都随时都每一场都有联系啦 他也是打电话我讲说他得我奖 我们这边对你都很高兴啊 他是属于是前功能的前方向的一位选手 攻守跑都有 那不管他内一手他守哪一个位置他都能守 尤其他速度也很快 教练谈起子弟兵一脸骄傲 难能可贵的是林子伟是来自八八灾区纳玛夏的灾民 父母打林工家境困苦 当时为了阎缆他入高院球队 董事长余振线亲自跑了五趟纳玛夏 两趟离山 说服林子伟的父母 我们董事长余振线先生呢 到他们家去也分别去做拜访 那董事长就连工头就一起请他吃饭 顺便把他爸爸妈妈带出来 因为他叫他来的话要他爸爸妈妈要答应啦 所以说就就比较辛苦一点啦 发掘林子伟的打球天分余振线简直是他的博乐 尤其是以16岁高一的年纪 成为我国轻棒独冠工程 还拿下MVP 胜比于阵线发掘球员眼光一流 让呆区小战士林子伟为我国冲出世界冠军 中文新闻 刘玉清高梦柔 SNG小组高雄报道